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林恩 第374集 如今呢 冷地联盟四大五王就只伤月冷禅一个了 其他的 死的死 伤的伤 逃的逃 无一幸存 天空之上 月冷禅一人独占卓清风三大高手 竟然是丝毫不落下风 这月冷禅实力超出想象啊 比燕无极 只强不弱 应该是七节初期巅峰的武王 刘泰目光一鸣 对方这实力超出他想象了 不过呀 如今冷地联盟有声战力 就只伤月冷禅一个了 能掀起什么浪化来 身形一晃 刘泰直接朝着月冷禅一拳轰出 凄厉的拳风击挡 化为一片汪洋长河瞬间来到月冷禅面前 不好 月冷禅反手抵挡 砰的一声 整个人被轰飞了 嘴角溢出了一丝丝鲜血 搜 刘泰身形再晃 又冲向了月冷禅 此人交给我 你们去杀了吴成风 刘泰冰冷的 如今这个吴成风呢 奄奄一息 只剩一口气了 卓清风他们呀 随手就能杀了 说话间 刘泰朝着月冷禅 瞬间轰出了七八拳 嗡 月冷禅身上瞬间弥漫出一股诡异的气息 好像身上有什么劲致被打破了 整个人眼瞳变得有些邪意 阴冷 而此时 刘泰攻击已经到来了 每一拳落下 月冷禅就倒飞出十几米拳 七八拳落下 直接让他喷出一口血来 但是呢 好像没什么大碍 嗯 竟然没死 刘泰一证 而这时 月冷禅瞬间化为一道残影 来到了吴成风身前 月曾主 救我 吴成风奄奄一息 腹部的血洞无比惨烈 心血不停地流出 他嬉急地看着月冷禅 眼中满是求生的欲望 好 月冷禅一声凝笑 声音是冰冷诡异 仿佛指甲滑动玻璃 让人极为的难受 而后众人就惊骇地看见 月冷禅右手猛地探出 五指齐张 扑的一声 直接扣入了吴成风头颅之中 是血大法 月冷禅大喊一声 双眸血红 一丝丝黑色的气流 从身上萦绕而出 爬上他的脸庞 在一瞬间 他变成了一个魔人 在他五指之下 吴成风凄厉地大叫起来 双眼泛白 眼珠子疯狂地向上颤抖 一丝丝鲜血 从他头颅瞬间涌入 月冷禅的右手之中 最终进入到月冷禅的体内 仅仅一个呼吸 吴成风成了一具干尸 浑身干脸 体内的鲜血流进 真是爽啊 右手甩飞吴成风的尸体 月冷禅舔了舔舌头 身上气息猛地暴涨了一大截 脸上被血黑色的磨气营绕 整个人变得邪义万分 宛若一个魔鬼 这 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一切惊呆了 堂堂归原宗宗主 月冷禅 竟然修炼如此魔功 就凭你们几个 也想杀老夫 月冷禅脸上肌肤扭动 竟然变成一个更为苍老的老头 他面容消瘦 仿佛骷髅一样 节节地怪笑着 阁下到底是谁 刘台目光一鸣 此人的模样根本不像月冷禅 更何况 这个归原宗也没有这样的魔功 老夫是谁 老夫就是月冷禅 月冷禅猙獰的笑道 装神弄鬼 死 刘台一声怒吼 一拳轰了过来 管他是谁呢 杀了再说 此时此刻 刘台也明白了 难怪之前 陈少说自己走火入魔 是因为吸收了 阴冷真元的缘故 现在看来 归原宗的驻地 确实是有问题 魔道之妻 月冷禅一声凝笑 身上的魔气更甚 一道道黑色魔气 于身上营绕 右拳与刘台的攻击 瞬间碰到了一块 砰的一声 两股恐怖的权威碰撞 月冷禅倒飞出去 脸色略显苍白 但是呢 并无大碍 反观刘台 他也是微微后退了一步 嗯 刘台脸色一阵凝重 这个月冷禅 分明只是七阶初七巅峰的武王 但他吞噬吴城峰的惊血之后 实力提升了一倍不止 一起出手 受了他 一声冷哼 刘台对傅兴城等人说道 他们有七大武王强者 刘台不信凭他们七个 杀不了一个月冷禅 杀 傅兴城第一个出手 轰的一声 黑色长枪上星光璀璨 一枪朝着月冷禅刺来 紧接着 墨天明 刘玄心 卓清风五人也是同时出手 七大武王高手同时出手 何其可怕呀 仅仅刹那之间 月冷禅再度口喷鲜血 倒飞了出去 可恶 月冷禅目光猙獰 若只有刘台一个 他或许还有一战之力 但七大武王联手啊 就算他再讲 恐怕也是难逃一死 疯狂后退中 月冷禅的目光 瞬间落到了秦晨身上 紧接着 月冷禅划为一道流光 瞬间朝着秦晨冲来 不好 陈少小心啊 所有人都惊呼 纷纷扑了过来 小子 就是你怀老夫的好事 今日 我先杀了你再说 月冷禅撇了眼身后 惊怒冲来的刘太等人 猙獰开口 他脸色疯狂 一爪朝着秦晨头顶 抓事而来 秦晨心里陡然 升腾起一股 强烈的危机感 身上鸡皮疙獰 瞬间竖起来了 这一刻 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也就是说 月冷禅有足够的实力杀他 想想也是 魔化后的月冷禅 是可以跟刘太交手的人物啊 实力直逼七阶中期武王 自己就算再讲 那也就是武尊 武尊和武王 像是一条无可逾越的鸿沟 只能拉近 但始终无法超越 之前能够击杀冷破宫 那只是因为冷破宫身受重伤 实力实不存三 更何况 月冷禅 本身就比冷破宫更强 士奇一火炼虫 去 一抬手 漫天密密麻麻的飞虫 像是化为两片阴云 朝着月冷禅吞噬而去 这些个火炼虫 士奇已在黑色葫芦里 每天接受秦晨真气的滋养 愈发的雄壮了 之前吞噬了冷破宫断壁之后 身上的气息呢 也有了一丝增长 但是 面对月冷禅这样强者 他们还是无可奈何 滚开 月冷禅身上黑色魔器绽放 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这些士奇和火炼虫 甚至还没靠近呢 已经被震飞了 一个个晕乎乎的 好像是喝醉了一样 嗯 月冷禅皱眉 面露惊讶 这些个飞虫到底什么怪物 以它现在的修为 普通七阶初七五王 都得被它震伤了 但这些个飞虫身体强得可怕呀 竟然没有死 但微微惊讶之后 月冷禅马上收敛心思 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秦晨身上 当午之节 是先杀了这小子 就是此人 让他多年布局功亏一篑 秦晨本身没指望 士气以火炼虫 能起多少作用 释放两大灵虫的瞬间 秦晨手中瞬间出现了一面古镜 体内九星神帝绝真理 不要命的灌输其中 嗡 古镜上陡然亮起 垂散的光芒 刹那之间 一股浩瀚浑厚的气势 锁定了月冷禅 众目睽睽之下 古镜中 一道道圣洁的白色光柱 冲天而起 疯狂轰在月冷禅的身上 漫天白光 蕴含无极神圣的威压 把月冷禅身上的黑色魔器 冲得是七零八炉 烧灼在虚空里 其中一道白光 直接轰在月冷禅脸上 月冷禅顿时一声惨叫 脸上发出滋滋的声响 他面容无比扭曲 像被强酸腐蚀了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剧烈疼痛之下 月冷禅面目猙獰 凄厉地怒吼着 他怎么也没想到 秦晨一个小小的六阶五尊 竟然能够伤到他 果然是魔道气息 秦晨目光幽冷 他手中白色古镜 正是当初从古风商会的 刘泽手中得来的 专门针对魔道气息的 离开圣镜 这个离开圣镜里 蕴含大量禁止 显然是一个远古重宝 伴随秦晨实力提升 其中的禁止 也被秦晨不断地打开 也愈发觉得此物之强 只不过呢 离开圣镜的气息太过神圣了 专门针对魔道气息 以秦晨现在的实力 就算催动 也很难伤到一般的七阶五王 甚至呢 还不如催动五道意志 结晶形成的攻击墙呢 所以 他先前并未施展出来 对付了破功 但月冷禅不同 修炼魔功的他气息阴冷 被离开圣镜克制 所以 秦晨第一时间 便施展了出来 大量圣洁光柱 不断轰击月冷禅 在他身上造成激烈的伤害 可不小子 我要你死 强忍着剧痛 月冷禅一声怒吼 一爪抓向秦晨的头顶 一摸铠甲 秦晨身上 黑色铠甲浮现 流光溢彩 同时 不灭圣体在刹那间 被他催动到了极致 咚 仿佛惊天洞壁一般 秦晨身体被硬生生 轰入了地底 双腿陷入了岩石里 整个人脸色苍白 哇的一声 喷出了一口血 但月冷禅的手肘 却也在他头顶上 一寸的地方 硬生生停了下来 被一摸铠甲阻拦 无法刺入他头顶了 月冷禅脸色大惊 怎么可能呢 他的血魔神爪 连一颗玄铁都能撕碎 普通七阶初七五王 都未必能挡下来 定然要血界五步 可秦晨一个五尊 他竟然挡住了 老夫就不信了 身上魔气更深 月冷禅 猙獰的大吼着 一双眼眸变成血红之色 宛若两轮血月 吞噬着一切 轰 五指之上 血色光芒暴涨 再度刺入秦晨的头顶 但秦晨怎么能给对方这个机会呢 在一摸铠甲挡住对方攻击的瞬间 六阶巅峰接近五王级别的精神力 已经席卷出去了 换起囚笼 月冷禅只感觉浑身一冷 身上气息位置一致 请连幽火 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什么 秦晨身上一朵朵青色莲花火焰 突然暴涨而出 一朵巨大的青色莲花盛开 把月冷禅瞬间给包裹了 这火焰强得可怕呀 只听扑扑声不断响起 月冷禅身上的魔气被不断灼烧着 月冷禅是又惊又怒 这小子到底有多少底牌呀 强忍着火焰灼烧身体的剧烈疼痛 月冷禅五指猛地落下 恐怖的微压席卷 死死笼罩了秦晨把他禁锢在原地 不给他躲闪的机会 雷霆续脉 续脉之光 千军一发之急 秦晨的身上瞬间浮现雷光 月冷禅手掌只感觉被雷光麻痹了 紧接着手掌一空 秦晨已经不见了 秦晨脚下踏着雷光 仿佛一道闪电一样 瞬间出现于数十米之外 只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残油 这怎么可能呢 月冷禅无比的惊怒 在自己气息震慑之下 秦晨竟然还能逃脱了 天空中 疯狂扑下来的刘泰等人也看呆了 这一连串的交手 快得让人眼花缭乱 甚至来不及反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